立法會早前已通過了 2011年的公職參選與任職 習慣修訂條例草案已通過了 香港政府昨天正式刊憲生效 條例中說明 因為宣誓無效 或者遺誓而被取消就任資格的人士 五年之內不可再參選 政府同日刊憲宣佈 12個區議員的議席是懸空 包括已被選舉主任裁定不合乎 立法會條例而提名無效的草灣區議員 尹浩輝 南區區議員袁家衛 是法例生後首批被DQ的區議員 而兩個人亦為參與去年民主派35家 初選正被落案起訴 現在也是他保釋被拒絕後 現在是挽押的 因此罰罰法 就可以履行區議員的職務 因此要辭職的了 另外一個消息也說 曾經參加過去年民主派35家 初選人士 雖然未必是排頭位 另外有18個 亦有很大機會被DQ 其實有參加已經犯了事 所以被DQ是正常事 所以現在開始洗白白 經過了年紀一時風光之後 這一批攬炒派的區議員 終於打回軟營 有些人仍是因為這樣 身陷牢獄之中 大家要記清楚 所有的政治都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說你打算出來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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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等等都需要符合一定的资格 希望以后经过这个事件之后 香港的制度可以完善 使得香港可以幸运致远 香港到底都是福地 熬过了两年最惨淡的日子 现在希望草江再延淡 希望香港可以前途无限的